您好,我是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 我知道您的任务是世界上最艰巨,也是最庞杂的一项任务 那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都涉及到英文字母T大头的问题 一个就是Tibet,西藏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在西藏发生了骚乱和暴力的事件 而有人指责中国镇压了和平的示威游行 而且达赖也指责中国在进行所谓的文化灭绝 甚至呼吁呢,有一些人也呼吁要抵制北京的奥运会 那么您对这样一些说法和指责有何评论 第二个问题呢是台湾问题 您也多次说过中国绝不容忍台湾独立 很快台湾地区将举行选举和公决 那么如果公决当中的议案被通过 也就是说如果选民通过选票认为台湾应该以台湾的名义 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话 中方是否会认为这等同于事实上的台独宣言 那么是否中方会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一做法 另外现在陈水扁即将下台 您认为是否您和未来台湾新的所谓总统进行对话 会出现更为光明的前景 你提的这两个问题 都是涉及中国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首先我回答一下西藏问题 在这期事件中 少数人打伤 以致致死无辜群众 手段十分残忍 我们有足够事实 证明 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 有组织有续谋 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这就更加暴露了 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 不追求独立 和平对话 是一片谎言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依照宪法和法律 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迅速地平静了 这起事件 维护了拉萨 以致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 我想在这里回答你 从西藏和平解放 实行民主改革到现在 西藏是在进步了 发展了 那种所谓 中国政府灭绝 西藏文化完全是一派谎言 我们不仅有能力 维护西藏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而且要继续支持西藏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 保护西藏的文化和生态环境 这个立场 是不会动摇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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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